有世界末日的感覺了 哇塞 好酷喔 今天要玩的是七日殺正式版1.0 今天要來為大家實測 火箭筒200發 能不能夠呢 炸掉遊戲中裡面 最高的摩天樓 好沒錯摩天樓的位置呢 就在我家的右上方這個地方 然後也有玩家說那個 炸掉摩天樓沒那麼簡單就是一個角落也不會倒 不過我們今天有200發 200發會不會倒呢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 火箭高爆彈 高爆彈的話呢他會有快傷害 2500 然後像這個快傷害的話呢只有10而已 所以說這個是哪一大建築物 跟快的快就是說 我們這個東西都一塊一塊的嘛 快撞物就是傷害比較高 先帶大家去看一下摩天樓 沒有其他地方有這個摩天樓 因為這遊戲的地圖我已經在前面幾集呢 探索完畢了 最高最高就這一棟 他大概有15層樓左右吧 200發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夠不夠 因為那天有測6發嗎 6發好像還好 然後我會從一樓開始炸 把他一樓全部炸掉 看會不會整個倒下來 然後可以看右下角這邊應該有數字啊 200發 我們先炸看看這個地方 喔第一發 有一個快傷害 我們先從這邊直線炸好了 直接一直炸直線 把它變成中空的 好三發囉 四發 直線先炸過就對了 把他柱子全部炸掉 OK 我們現在炸了12發 現在等下我們繼續看一下 應該中空了吧 因為我也不能靠太近 不然炸到自己也是會BBQ的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先把這洞炸大一點好了 這每一發都要炸的 位置要非常精確啊 不能浪費我們任何一發火箭筒 先把這炸個大洞好了 以邏輯來講這遊戲的大樓應該是會倒下來的喔 因為我之前前面直播場的時候有守過一些比較高的建築物啊 現在因為殭屍挖掉 導致我整個垮下來 等一下如果還有其他殭屍會覺得從上面掉下來也受不定 好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已經一個大洞了 小熊機器人覺得如何 他說繼續炸 炸得好 我們先破壞他的柱子對不對 結構先拆掉 好看一個現實世界國外人家拆大樓 有些會放很多CB炸彈 可是好像沒有辦法就是全部連在一起然後 一起定時引爆 好我們現在已經炸了三十幾發了 目前一樓應該是已經有點 空了四分之一了吧 你看到這邊已經全被炸掉了 這已經全毀了 我們再進來繼續炸好了 這樣比較近 不要看得到 我現在的計畫就是先炸到剩下 可能一小塊範圍以後 再把它全部拆掉 殭屍來了 然後後退一點 殭屍表示不滿 他對這個拆卷很不滿 完了我要被打 這個是丁子戶啊 還想阻止我拆大樓 我們現在做毒根 不容許任何一個丁子戶存在這個世界上 為了讓世界更美好 我們要把這個 危老建築拆掉 以防地震來的時候呢 倒下來 危害更多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強制都根 這個都根計畫 好 不過他這個柱子有些還硬的 我現在已經快消耗一半的火箭筒彈藥了 這建築真的是有點難產 是不是要申請那個大鐵球來錘一下這個建築物了 我先玩GT的時候也是想拿火箭筒到處亂殺 心情很好 欸 等一下 有發出一些聲音 我覺得我要先後退一點了 欸是不是要爆了 欸他有在掉東西欸 你們看這邊一直在掉東西 這個跟我之前從塔上掉下來的那個祭祀感有點像 要是要倒了 等到180就扛不住了嗎 還沒有還沒有 還可以再撐一下喔 繼續炸 有沒有看到上面一直掉東西下來了 因為他下面的那個蜘蛛已經 沒有辦法撐上面的東西了 所以他就開始有點 崩落 你們看這根開始崩落有沒有 一直有石頭掉下來 他中間的那個基本上支撐物群被有炸掉了 已經可以看到快看到對面的房子了 欸又開始掉東西了 我是後退一點好了 不然等一下我還沒炸我就BBQ了 我們換炸這邊嗎 來看一下門牌號碼489 好像是一個好數字喔 這個一定是有錢人蓋的 七日殺地寶 我們現在開始在外面吧 因為他裡面已經被我中間全部拆掉了 我們現在在外面的柱子就好了 以免等一下我在裡面會被壓死 好像我在丟東西一樣 恭喜你們不用上班了 我也算是解放這些殭屍了 他們可以安心成佛了 我們繼續炸吧 而且已經開始攻略了 現在已經算是炸裂了這邊的一個角角了 我留了兩根柱子在那邊 那我們現在炸左邊這一側 這邊的支撐體還比較多一點 我先把這邊炸掉 直接橫炸就好了 我這每一發炸的都非常的精準 不是亂炸的 我主要是炸他的支柱 喔右邊開始垮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在的狀態 這裡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的支柱了 雖然一開始崩弱了 是右邊這一塊也開始掉了 哇哦 哇哦 我會被砸到嗎 我還撤一下好了 這我不知道砸到會不會受傷欸 欸 砸到不會受傷是不是 欸 會會會會 會受傷會受傷 所以我剛剛果真答應 哇你們看這邊 哇賽 有點有趣喔 哇 崩弱了崩弱了 欸快倒了 這東西快倒了 差不多了 你們看這就知道了 他這已經原本這邊整塊是平面的 現在已經變一個洞了 欸我覺得我 我有必要用飛的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先不要炸了 因為他感覺上已經快不行了 我用飛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現在的狀態 喔~~ 有世界末日的感覺了 哇賽 好酷喔 有沒有 有沒有世界末日的感覺各位 666阿 哇 哇好麥塊喔 因為他現在有方格的感覺 哇 世界末日了啦 他右邊這邊已經 全垮了 然後這邊現在還沒有 還有留一些 蜘蛛的關係 所以他還沒有馬上 爆 好這裡面你們可以看到嗎 他現在還是 好像沒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這邊現在已經開始丟東西了 哇賽 有點唯美 不知道怎麼講 唯美感 哇這邊已經堆起來了欸 欸堆起來會不會成為新的蜘蛛喔 哇 欸其實整棟已經要已經拆掉了欸 他一開始掉啊 連旁邊也撐不下去了 他從右邊開始垮 已經開始崩裂了 好吧我趕快炸 把剩下的蜘蛛全部炸掉 我要讓他整個倒下來 我現在就是不要留他任何一根蜘蛛了 把蜘蛛全部炸了 剩這一根 難道會變天空之城了嗎 他這倒塌方式其實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原本想說 炸掉一個面他會整個倒下來 好你們看到中間其實已經沒有任何柱子喔 然後再剩這邊幾根了 這邊幾根是最後的 好剩一根了 應該是剩一根 我等一下確認一下 沒有柱子了 殭屍來了 拆遷物來了 走開走開 唉唷 整票的拆遷物來了 表示不滿 你這樣以後我們住哪裡 請住橋下吧 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柱子了 看起來是沒有 那我不知道現在新的這個會不會成為新的柱子這個地方 我現在進來看喔 柱子全拆了 他這邊現在已經是天空之城了 這個鐵架都拆掉了 這裡全部空了 他沒有整個倒 這邊全部用崩裂的方法 所以不是整個倒下 這個就是七字殺世界 讓大家知道一下 跟限時世界不一樣 最奇怪的是呢 半公椅為什麼都還在上面喔 什麼鬼啊 為什麼半公椅還在上面 哇它開始慢慢的 而且它是有點結構式的 又就是你拆哪邊 它慢慢後面會開始 就是你拆掉它 它就從上面慢慢崩裂 是從上面開始 而不是說 限時世界的話會整個可能垮下來 或者是倒下來 因為同時就像砍樹一樣嘛 你建一棵樹你砍右邊 它會往左邊倒 類似這樣的概念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右邊這裡已經全部拆掉了 就剩這個面了 那這面下面呢 柱子也被我拆光了 它已經沒有任何連接體了 它崩裂數字其實有想像這麼慢 竟然沒有直接全部垮下來 還是慢慢的像丟東西一樣 我們現在這邊已經沒有丁植物抗議了 我已經把丁植物都解決掉了 哈哈 我沒有很抗議了 解決掉 有問題的人 我們飛上去看一下它現在是什麼狀況 來 我們來導覽一下現在 這個拆遷進度喔 上面這裡的辦公桌 欸是真的還在上面耶 這是什麼鬼啊 哈哈 剩下這一塊了 我想飛進去裡面 挑戰一下我的駕駛技術了 那我會不會撞到喔 會撞到表示他們 欸會會會 東西還在 這些東西是實體的 以後這個會變成很奇怪的世界耶 哇 中間那個已經 成為新的一個小空島了 喔停下來了 停下來了 OK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大樓已經停下來了 它沒有在掉東西了 剩下的炸掉 這樣炸也是很爽的 就一直炸就對了 OK我們今天 基本上花了200發 然後周圍車長這樣子 就是七日沙摩天樓 經過200發的轟炸後的樣子喔 總之我們今天七日沙 玩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可不可以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我們下個直播見囉 大家晚安囉 拜拜